哈喽 周末好 这里是我昨天晚上扎营的地方 一个大马路边山 我早上是不是热心的 本来8点钟 是调好闹钟极力想起床 但爬了N次尝试失败 所以还是到10点多才起床 那我现在要做一点吃的 已经把自己和床铺都收拾完毕了 做吃的 我昨天晚上睡到后面的时候 我是把我的店给关掉了 我现在不知道 摊源跟肉是成什么样了 所以拿出来看看 还有这个非常非常耗电这个冰箱 昨天晚上满满的满满的一个店小二 只供他用了两个多小时 就只剩下8%了 说到了都是累 店不行 他耗电量太大 我只有把它送掉了 这个冰箱里面还是有冰箱 这冰箱里面还是有冰箱 只是这个摊源啦 该不吃掉坏掉了 本来以为冰箱打开了过后 就可以装很多很多东西 结果呢 就这样 一天 就一天时间 我就是个傻子 有时候真的觉得自己是 经常被自己蠢爆的那一种 我应该要怎么办呦 该怎么拯救自己 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生存到现在 看我的 背窝里面孵出来几个大鱼 我等一会要吃它 好了 我的灾灾 咖啡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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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我的牢子怎么办 还能要吗 为什么每天都要这样 这个蛋呢 我也不知道有多久 快要坏了 但还没坏 是吃蛋花吗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那个坏了的也在里面 是这样的 有个那就这样吧 我也不想管它了 14 15 16 17 18 小 现在怎么办 放冰箱吧 这个鸡蛋估计是在两个月以上了 我也不知道 坏了没 第一个好像是坏了 但只打到锅里一点点 应该没问题吧 嗯 好像还行 应该不会拉笔子吧 本来应该是很很美很美 一碗 酒米 汤圆 鸡蛋 结果 给你们看一下 结果我煮出来它像这样子了 第一次把蛋煮失败 那个黑黑的是芝麻浮出来的 有点烫手 怎么办 让我来帮你 我想了一下问题所在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子呢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懒 不会的东西太多 没有 脑子里面连一点蝉食 很多蝉食都没有 哇 黑了 你刚开始没吃的时候挺想吃的 吃几个就感觉吃的好难受 都吃了 好吧 现在巧克力是吃好 收拾完毕 准备出发了 那我冰箱呢 还是给它搬到前面来了 因为 要给它插电啊 不然的话 东西得坏 应该是这样子吧 我第一次用 现在这个点烟器是插上的 但是这里没亮啊 开不了 是因为电压不够要跑一会吗 先跑吧 说不定跑着跑着 它就通电了 还有我那个摊鱼 真的是太难吃了 那个鸡蛋过期了 吃了应该不会拉肚子吧 去买新的 去买新的明天 买了过后 全部 放冰箱 好了 走了 走了